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任皇帝 三岁登基,28岁成傀儡 39岁成战犯,53岁成普通百姓 他就是爱心觉罗溥仪 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 1950年的一个白天 一辆装载着战犯的绿皮火车 轰鸣时来 随着哨兵的命令 一群战犯依次下车 其中的一位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他张慌无措,木讷地跟着人群 战犯们被聚集到后车厅 溥仪望着正在绘制的共和国油画 沉默两久 这时一个旧式的工人认出了溥仪 恭恭敬敬地上前跪拜 口中还念叨着皇上 溥仪神色紧张,没有回应 趁着无人注意,偷流进锅炉房 他将一壶灼热的开水倒进洗手池里 随后用藏起来的刀片割破手腕 顿时鲜红的血液在热气中弥漫开来 溥仪隐约听见所长在门外叫喊 他抬起头望着镜中自己日渐垂老的双眼 恍惚中,记忆被拉回到多年前 1908年11月,光绪帝去世 慈禧昭告群臣将年仅三岁的溥仪 养育在宫中以备皇储 大臣们带着慈禧的义职来到纯亲王府 身为福建的母亲只能服从命令 颤颤巍巍地将溥仪抱了出来 交给了如母 年幼的溥仪顾出声 他还不知道这将是与母亲的诀别 溥仪被带到皇宫 金兰大殿金碧辉煌 森年可不 慈禧高坐龙椅,周围太监女眷环绕 溥仪随着父亲的样子跪拜起来 慈禧也命溥仪继承大桶 刚说完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喇嘛们围着慈禧演奏起来 年幼的溥仪不明所以 他走到父亲面前想跟父亲回家 而父亲却一言不发 腐败在溥仪跟前 同年12月,溥仪继位 大臣郑重地干上玉玺 太和殿气氛凝重一场 小溥仪却在龙椅上玩耍起来 他不在乎也不懂什么脊位 什么天主 反而是门外的巨大黄色布曼吸引了他 小溥仪走出太和殿的大门 哭上布曼蹊叫起来 布曼却渐渐飞远 台下是数千大臣顶礼叩拜 小溥仪百般无聊地走在群臣中间 这时一只虫子叫声吸引了他 小溥仪寻着声音走去 原来是大臣怀里的屈屈在叫 大臣将屈屈送给这位小皇帝 小溥仪好奇地望着屈屈 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东西 从今往后 小溥仪便被养在深宫里 宫人们给他洗澡 唱戏 擦拭身子 他告诉小溥仪 他是万岁爷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只是有一样 他不能出宫 小溥仪在太监们身边嬉笑打闹 可在看到如某那一刻 便急忙奔到如某怀里哭了出来 他想回家 他想念母亲 要如某能做的 使用给他喂奶 为他唱歌 他回不了家 一晃七年过去了 小溥仪已经渐渐适应了皇宫的生活 这天一顶轿子被抬到皇宫 是小溥仪的母亲来了 小溥仪揭开叫门 母亲挂门泪痕 时隔七年 日思一想终于见到母亲 可如今 小溥仪早已不记得母亲的长相 相距总是短暂的 母亲很快便离开了 和母亲一起来的 还有溥仪的弟弟 溥杰 溥杰入宫是为了给溥仪做伴读 看到弟弟溥杰 小溥仪不禁有些落寞 他很羡慕弟弟 能常伴母亲身侧 仍然都告诉溥仪 他是天子能为所欲为 可他就连见母亲一面都是奢望 宫廉老太妃们 都要溥仪叫他们皇阿娘 可小溥仪不干 他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 虽然已经七岁 可小溥仪还没有断难 每当思念母亲时 如母的怀抱 就是小溥仪唯一的伟戒 这之后 弟弟溥杰便开始为溥仪伴读 一次 小溥仪看到溥杰身穿黄色的衣服 便着急了 命令溥杰赶紧脱下来 只有皇帝才能穿黄色了 可溥仪却很倔强还告诉溥仪 吃道遍了 他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 两个小家伙争执起来 为了让溥仪信服 小溥仪甚至让工人当众喝下一碟墨汁 尽管如此 溥仪还是不服气 他要证明给溥仪看 自尖城的高墙外 一批民国军队集结有序 民国大总统乘着小汽车坐镇后方 他们跨着长枪 穿着大衣和皮靴 没有长辫子 没有宽袖子 小溥仪气愤的 朝着大总统扔了块石头 可却没有丝毫的回声 聪明的小溥仪意识到了什么 他挂着一行泪问大臣 为什么要在这里建一堵墙 大臣告诉他 只是一堵墙而已 什么都没有变 小溥仪又问太父 太父告诉他 在这堵墙里面 他还是皇帝 可在墙外面 他就不是了 如今外面是中华民国 是另一个天下了 小溥仪怅然若失 他不明白 一点都不明白 小溥仪转身离开 他要去找他的儒母 而此时儒母已经被宫人们带上轿子 老太妃们不允许小溥仪再依赖儒母 小溥仪急忙追得出去 对他而言 儒母不仅仅是喂养他的奶娘 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看着渐渐走远的轿子 小溥仪一遍遍叫唤上儒母 他拼了命地追赶轿子 他已经来不及 儒母的身影早已消失 只剩下小溥仪绝望的叫喊 和广阔寂寥的皇宫大院 从此以后皇宫莫测如海 溥仪只剩自己一人 几年后 溥仪渐渐长大 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威逼利用 最终和溥仪达成协议 溥仪退位 但仍可居于紫禁城 并沿用皇帝封号 民国对皇室给予多项优待 史称殉亲小朝廷 彼时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时期 外国的思想文化逐渐涌入国内 溥仪也已经成长为一个15岁少年 此时的溥仪尤其喜欢西方的玩意儿 小汽车 快步舞 夕阳鸡 都是他的新头号 溥仪找了一位来自英国老师 庄士敦 初见庄士敦时 溥仪紧握着他的手和谁打招呼 样子开心极了 溥仪对国外的事物都很好奇 庄士敦教会溥仪天文地理 数学英语 溥仪自此大开眼界 此时正值五四运动 皇宫外 学生们群情激愤 抗议割让国土 皇宫内却依旧是一副奢华保守之貌 接受了新思想的溥仪 渐渐排斥皇宫的生活 他也很气愤 他也想抗议 可他出不去这皇宫半步 时值皇宫节日 太监们拉开不慢 站成两边 互相触碰对方的脸颊 邪叫大闹 溥仪也悄悄混在里面 他游离在部杖左右 触摸翻滚中 感受了众人手掌的温度 和从未有过的自由 他寂寞太久了 很快 庄士敦为溥仪带来一辆自行车 并教会溥仪骑车 可就在溥仪学会骑车不久后 他的母亲便吞噬鸦片烟 自查去世 溥仪表情漠然地告诉大臣 他一点都不伤心 可当他转身骑车 准备回家看望母亲时 眼泪便不自觉地滑落 自行车越骑越远 溥仪终于来到宫门前 眼看着门外 就是他心心念念的新世界 溥仪越走越近 可守卫却和领关门 溥仪命令打开宫门 守卫却只设跪拜不语 溥仪沮不已 他摸出怀里小老鼠 狠狠地砸在了宫门上 那曾是他唯一的朋友 伤心的溥仪只能骑着自行车折返 回来后 溥仪爬到屋檐上 那是他唯一能看到外面世界的地方 溥仪哭喊着要回家 要出去 大臣们却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将溥仪的自行车都给拆了 最后还庄士敦联合着几个太监 将溥仪从房顶上拉了下来 这之后 庄士敦发现 溥仪的眼睛似乎出了问题 找来眼科医生看过才发现 溥仪晃了近视眼 急需配眼镜 在庄士敦的坚持下 溥仪从此戴上眼镜 彼时的溥仪15岁 正值失婚年龄 太妃们于是为其安排婚配 溥仪想要一个摩登的妻子 会跳快步舞 会说各国语言 于是在画名字的所有格格中 溥仪挑中了一个 模样青春阳光的12岁少女 文秀格格 可就算她是皇帝 结婚这事 溥仪自己也做不了主 文秀格格被定为贵妃 太妃们还为溥仪挑了一个皇后 17岁的婉容格格 溥仪不开心 溥仪年龄比她大 而且看上去一样貌有些古板 不是她理想的妻子 结婚前夜 溥仪告诉庄士敦 她决定要逃跑 要去英国去读牛津大学 可庄士敦最告诉溥仪 一旦她结了婚 就是这皇宫真正的主人了 比起逃跑去英国 结婚才是更实际的想法 为此 溥仪放弃了去英国的念头 结婚当日 皇宫上下张灯结彩 溥仪皇后和文秀贵妃 同时身披嫁衣 踏入末代帝王家 当揭开婉仪的面纱时 溥仪顿时敬畏天人 这是一个无比灵动的少女 两人顿时亲热起来 溥仪表示自己不喜欢包办婚姻 婉仪便提出 他们可以像对新式夫妇那样 于是 溥仪和溥仪呼到晚安 此时的溥仪看上去 更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 几年后 溥仪不再想要逃走 他下定决心 要在皇宫内实行改革 他要破除一切传统的封建习惯 为此 溥仪以身作则 率先割除了自己的辫子 换上西装和皮鞋 紧接着 他要清点国库 整顿内务 老就在溥仪下定决心的这天夜里 太监们纵火烧掉库房 所有的账目明信 全都复制一句 溥仪就算有心改革 也无理为之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遣散皇宫内的数千名太监 之后几年里 溥仪的生活倒还算平静 每日只是和宛容 文秀打球 迷失 熟了暴风雨即将来临 1924年 北洋军阀即将垮台 国民革命军 忽然带兵进入紫禁城 无视对皇室的优待条件 逼迫溥仪离宫 史称北京政变 此时的溥仪刚刚年满18岁 这一次 他终于走出了这扇门 可确实被逼迫离开的 溥仪和婉容 文秀 坐上小汽车 车子渐渐试远 身后的革命军纷纷狂呼 他们终于将满清皇室余孽 赶出了皇宫 日本人不断向溥仪示好 于是在纯亲王府 也就是自己的出生地住了没几天 溥仪便搬到了 位于北京的日本公使馆 可面对国民革命军的先世 和反清同盟的暗杀 溥仪一心这样离开 北京这个危险的漩涡 于是在一年后 移居到天津 史称 后殉清小朝廷 溥仪也成了亨利溥仪 在天津 溥仪花费重金 做了一片张园 并且愈发沉迷西洋玩意儿 葡香糖 小汽车 阿斯皮林 只要是西方的 都觉得是好东西 因此将大批的金银 都用在打扮自己 和购买西洋东西上 还常常带着一妻一剑 出入上层名流的社交场所 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 可这些浮花美妙 都只是表面的 暗地里 溥仪一直被日本人监视 日本人已经盘算着 要利用他这位满清皇帝 除此之外 溥仪的贵妃文秀 动了出走之心 如今他们已经离开了皇宫 溥仪不再是皇帝 而他文秀 也不再是溥仪的贵妃 再说了 按照西方的规矩 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老婆 如果说溥仪是溥仪的妻子 那他文秀算什么 文秀向溥仪提出离婚的要求 却被溥仪一口拒绝 溥仪还当自己是皇帝 没有人能跟皇帝谈离婚 可没想到 文秀很快便逃走了 只留下两封信 溥仪顿感落寞 文秀是他唯一的朋友 得知文秀离开的消息 溥仪沉默着什么也没说 只是乱砸东西发泄情绪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来了 她是大清王朝的末代格格 爱心觉罗 显瑜 又名川岛方子 从小被日本人抚养长大 是最为著名的汉奸和间谍 和溥仪是远方亲戚 此次川岛方子给溥仪带来一个坏消息 军队破坏了满洲皇族的皇陵 就连慈禧老太后的遗体都被撕成了粉碎 听闻此消息 溥仪当场正主 对于一个古字里传统的中国人而言 没有人能忍受自己的祖坟被跑 与此同时 庄士顿打算离开天津 回到英国 溥仪亲自送别 俩人和初次见面时一样 紧紧握手 伴随着送别的旋律 溥仪最好的朋友 就信念的老师自私离开 这之后 日本人经常在溥仪耳边吹风 甚至承诺 将协助溥仪在满洲复辟他的帝国 溥仪于是愈发坚定了 重新做皇帝的念头 宛容和大臣都劝他 日本正在侵略中国 满洲也就是现在东三省 是属于中国的 一旦溥仪和日本人合作 将会受到全中国的唾弃 十分坚持 他明明知道日本人是在利用自己 却依旧铁了心要与日本合作 铁了心要复辟自己的皇权 溥仪不顾劝阻一意孤行 最终答应日本的条件 1934年3月 溥仪重新穿上早已脱下的皇服 戴上早已摘掉了帽子 在满洲举办登基典礼 日本派遣几百名高官出席仪式 溥仪将国号定为大满洲帝国 并沿用皇帝的综号 日本派遣关东军司令 恭贺溥仪登基加冕 而日本人甘薄正言 则成了监视溥仪的日本特务 同时他也是满洲国 真正最具实权人物 加冕典礼风光无限 宛容再次成了溥仪的皇后 可他却并不开心 看着众人歌舞生平 宛容却独自坐到一边默默流泪 他知道溥仪的行径等于卖国 也知道日本人根本没安什么好心 在最大的精神压力上 宛容染上鸦片 精神日渐萎靡 甚至遭到溥仪厌线 算是被溥仪打入冷宫 不久后 溥仪访问日本回来 却发现自己的手下 全都被日本人解除了武装 原来的总理大臣也被日本人免职 内阁会议上 日本人更是直接让溥仪签署 让张景慧做总理大臣的文件 这里顺带提一下 张景慧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 为人毫无主见 也无远谋大志 一切为日本人之命是从 因此刚好可以被日本人利用 可溥仪这次却不听话了 在内阁会议上宣言 满洲国和日本平等 还要互信互爱 有话还没说完 日本人就愤而离习 就连溥仪自己的大臣们 也都全数离场 溥仪悲愤的 望着空空颅野的会场 此刻他才彻底明白 满洲国和日本 是不可能建立平等关系的 就在这时 婉容告诉婉容 他怀孕了 但孩子不是婉容的 婉容只是看了一眼婉容 没有说话 并没有斥责 日本人又来了 还是要求婉容 在张景慧的任命文件上签字 溥仪试图以婉容 怀孕之事为筹码 只要他有了紫色 满洲国便有了独立的理由 和日本人却毫不在乎 甘伯更是一语 道出孩子父亲的名字 原来他们一直都在暗中 监视婉容和婉容 婉容唯一的筹码就这样断了 他只能被迫 在日本人拟好的文件上签字 这之后 溥容彻底沦为日本的傀儡 日本甚至要求 让日语成为满洲的官方语言 婉容只能签署 此刻的他已经渐渐麻木 不久后 婉容平安诞下一个婴儿 可孩子刚出生就被日本人悄悄注射杀死 婉容更是被日本人强行代理 他们不可能让溥容有任何得到此次的机会 得知婉容要离开消息 溥容追了出去 他拼了命的追赶 和士兵却关上了门 就像曾经年幼时追赶如母一样 那道珠红色的大门 他溥容这辈子似乎都无法走出去 每一次除了悲喜转身 他还能做什么 好在日本侵略为国际社会所不容 1945年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 九天后 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 御人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消息一出来 负责监视溥仪的干博等人立刻引弹自杀 溥仪也随之颁布了对位诏书 此刻 溥仪的命运再次迎来转折点 眼下他该何去何从又是一个问题 手下劝他去日本跟美国人投降 溥仪最终采纳了手下建议 临行前 一个疯癫老妇人出现在溥仪面前 竟然是离开了多年的婉容皇后 此时的婉容皇后再无端庄姿态 俨然成了一个吃傻的老妇人 双眼无神 步流亮枪 见到日本人就吐吐沫 甚至已经全然不认识昔日的丈夫溥仪了 看到皇后如今这般模样 溥仪有些难过 又有些不舍 毕竟是多年的结发夫妻 纵然有过疏远 心中依旧挂念 手下的呼唤一声容传来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溥仪只能最后匆匆看了一眼宛容 随后便登上飞机 可一切已经太晚了 俄国的空中部队忽然出现 溥仪就这样被带走 五年后 也就是1950年 溥仪从苏格的监狱被引渡回中国 关押在了府顺战犯管理所 这是当年专门关押二战战犯的地方 最主要的就是日本战犯和维满洲国的战犯 入狱期间 溥仪试图自杀 却被所长救了下来 从此溥仪不再是皇帝 而是981号战犯 溥仪与弟弟溥仪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每日接受思想改造与劳动教育 可即便是在管理所里 溥仪仍然没有放下皇帝的架子 时常将弟弟溥仪当作佣人来使唤 就连刷牙和系鞋带都要弟弟帮自己 因此所长特意将溥仪换到另一间牢房 这间新牢房里全都是维满洲国战犯 原本是皇帝的溥仪 现在反倒成了小弟 经历管理所几年教育后 溥仪渐不再以皇帝自决 也终于放下了高贵架子 每日老老实实地种花肯定 也许是出于同情 所长对他也是格外照顾 终于1959年溥仪获得特赦 此时的他已经53岁 被关押已有10年 听着自己的特赦令 溥仪颤抖地走到所长跟前 如今他已经年迈体衰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野心勃勃的皇帝了 接过所长手里的特赦令后 溥仪紧握住所长的手 就如同当年他紧握住装饰墩的手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他不再是皇帝 无论是大清王朝 还是围满住国 也都已经不复存在 几个月后 溥仪被分配到了 中科院职务研究所工作 成了一个园丁 这里明媚而阳光 从此不再有权力纷争和利益轻压 对去皇室的光芒 溥仪也只是个日渐老去的平凡老人 不久后 溥仪的弟弟溥杰也被释放住院 兄弟俩经常就在一起逛街买菜 日子平淡又舒心 电影的最后 溥仪来到紫禁城 买了一张门票 或者年迈的布子 走进了自己曾经的家 一切似乎都没有变 太和店仍然如往日一般 金碧辉煌 那张龙仪也还和昔日一样 金光异异 只是距离他第一次来到这里 时光已经过去了60年 溥仪越过景视县 步履蹒跚地走上台阶 这时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 小男孩自称是管理员的儿子 不许溥仪到上面去 溥仪告诉小男孩 自己是末代皇帝 小男孩却不信 于是溥仪走上龙椅 从里面掏出了一个罐子 递给小男孩 小男孩好险打开罐子 里面居然爬出了一只蛆蛆 那是60年前 年仅三岁的溥仪 初登宝殿时 大臣送给他的 蛆蛆从罐子里爬了出来 可等小男孩回过头时 溥仪已经消失在视线中 不久后 一群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 来到太和店 导游向游客们介绍着 太和店的历史 以及他的最后一任主人 本片商议后获得奥斯卡九项提名 这在电影史上都是罕见的 皇帝一直都是个 荣耀与危险并存的特殊职业 其中最光耀的莫过于初代皇帝 最危险的莫过于末代皇帝 溥仪这个末代皇帝 又是特殊中的特殊 溥仪的退位 意味着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彻底结束 他不仅是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 更是中国历史的末代皇帝 可想而知 身处这样一个无比特殊的时间点上 溥仪的人生怎能不掀起波澜 电影中的溥仪与真实历史有一定出入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却更真实 在大多数国人看来 溥仪就是个卖国贼 是个历史的罪人 导演颠覆了大多数人的认知 本片中的溥仪比起现实更为复杂 他胸怀抱负却无力施展 力图变革却以失败告终 身为帝王却从未真正掌握过国家政权 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中 却从未发挥关键作用 最终只是一个被时代戏爽的过客 溥仪的悲剧宿命似乎是早已注定的 早在溥仪出生之前 大清帝国已经遭到列强侵入 接连战败 领土被割 彼时的帝国以灵黄昏 如大煞将邪 残破不堪 慈禧在临终前将这浮烂摊子 交到一个懵懂的质子手里 在溥仪还不安事事时 便被强压在了金鸾殿上 彼时的他唯一感兴趣的 只有大臣怀里的拒绝 在他原本应该快乐的童年 却没有一个玩伴 就连见母亲一面都是奢望 在他尚未明白 黄泉究竟为何物时 外面的世界已经翻天覆地 共和国诞生 大总统立位 他挣扎过 反抗过 甚至他也努力过 可最终全都溃败收场 苦衣不是没想过逃走 新婚之夜 他告诉婉容皇后 自己的床底下有只箱子 准备随时出逃英国 可惜最后被大臣阻挠 溥仪也不是没想过变革 他割去辫子 穿上西服 甚至想要检查国库 可却被太监们一把火烧个金光 从那一刻起 溥仪便已经意识到 无论他怎么努力 到头来 只是在做无谓的困兽之斗 这座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宛如一座金色牢笼 将会困住他一辈子 电影中出现了多次门的异响 无论是皇宫大院 还是金门租界 溥仪永远也走不出这扇珠红色大门 远去的如母 去世的母亲 离开的婉容 她们是溥仪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 每一个人她都尽全力去追 而最后却全都被拦在珠门之下 这一扇上的宫门仿佛掉铐 将她的一生都锁住了 使她沦为囚徒无法自拔 她这一生都在拼命追赶 可哪怕身为九五之尊 也又追不上东西 哪怕步子再快 也追不上时代的轮响 电影的最后 年迈的溥仪从太和殿龙椅内取出蛆蛆 时隔六十年 蛆蛆人未死去 可溥仪的人生 却以经历波折走到尽头 那些曾经失去童年 那段被禁锢在皇宫深院的旧时光 那些曾经放不下的家国情仇 也都随着蛆蛆被取出 而放下和释然 最后说一下 电影中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 宛容皇后和川岛方子 真身历史中的宛容皇后 容貌端庄秀美 先妻说话无一不经 作为一位内外兼修的末代皇后 宛容原本和溥仪勤策和名 可当溥仪逃天津后 一切都变了 溥仪满心想要她的复辟梦 不再关心宛容 贵妃文秀力劝溥仪不要与日本合作 溥仪却不为所动 最终文秀与溥仪离婚 此事成为溥仪心头的七尺大乳 加上在日本人那里受到不公与屈辱 溥仪将所有的怨气 都转嫁到了宛容身上 自此便将宛容打入冷宫 之后宛容奢华无度 吸食鸦片成瘾 甚至和侍卫死同 猪胎暗结 宛容的孩子出生后 古仪直接将孩子 都到锅炉房活活烧死 这件事让宛容深受打击 此后她更是整日吸食鸦片 精神逐渐崩溃 1946年 宛容在监狱过世 据说尸体被席子裹住 随意扔到一块臭水沟旁边 而当溥仪得知宛容的死讯后 竟然没有丝毫哀伤的反应 川岛方子在本片中的出场次数并不多 但她的历史影响与溥仪有过吃而无不及 川岛方子原是大清王朝的末代格格 和溥仪童年出生 来而算是远房亲戒 清朝灭亡后 其父肃亲王为截日本之力复辟蜻蜓 将女儿显鱼送给日本浪人 川岛浪素做养女 从此显鱼更名为川岛方子 相传川岛方子极其美丽聪慧 葛四世 他从小在日本接受极端的军国主义教育 成年后才返回中国 却已经不再视中国为祖国 为了复辟满清皇朝 甘心替日本人做间谍 残杀同胞 婉容皇后和川岛方子一样 深刻时代印节 同为皇室同为女人 一个受过西式教育 却被传统的皇后致命绑架了一生 一个背负满清家族一命 却抛弃本来面目任贼作父 最终在时代车轮的碾压下 同样都化作了悲剧收场 时代风气云涌 乱世飘零无奈 溥仪 婉容 川岛方子 在当时动闹不安的社会背景下 都只是政治的牺牲品 只是被历史控制的提前木偶 只剩无尽的唏嘘与悲叹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